二战中将星云集 美国的陆军五星上将麦卡瑟 就是其中大名鼎鼎的一位 但嫌有人知的是 他从菲律宾撤离之后 美国远东军第一军军长温莱特 接替他成为美菲联军的最高指挥官 被日军俘虏 对 就是他成了麦帅的背锅侠 二战结束后 温莱特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 并被立刻升为上将 任命为美国东部防区自立